这个 这个第88位药呢 叫做孤活 讲孤活的时候 很多人还不了解 就是东魁 东魁子 东魁子 这就是 东魁子孤活 孤活 你们成阅一下 那 这个呢 一般来说就是 寒痛 直痛关节的痛 那 他是 这个 主治呢 你看主治是 解热 冷华解热的药 滑胎 就是胎儿难产不下 我们可以用东魁 用孤活 这个 这个能够助产 能够助产 那 妇女呢 这个 我们过去 中医呢 这个女孩子第一胎 第一胎的时候 生完 孕妇 生完小孩以后 喂小孩的 喂母乳 喂母乳 奶排不出来 有很多奶 就奶头那边 那个孔窍没有开 奶水排不出来 那小孩子在 哇 吸一吸不出来 那你要急着喂奶 又排不出来 怎么处理 这个冬魁 冬魁 冬魁 很好 效果 当然了 我们过去的方法 民间方很多 有一种速度最快的 速度最快的 怎么速度快呢 那个葱啊 葱不是 葱白吗 不一定要三星葱了 葱白 然后葱虚嘛 对不对 你看 七段 葱白的地方 葱白 虚虚 对不对 你拿那个 葱白 在乳头里面涂一下 反过来 虚虚 刷一刷 马上奶水就 噴出来了 速度就这么快 因为它是 心香发散的 葱白是 我们 葱白是 你这样的 大葱 青葱 那那个葱在涂完 那个 葱虚 清晴它 马上就 奶水就出来 当然 你可以再去煮 冬魁啊 对不对 那你要记得 擦干净 小孩子吃到 都是奶 是葱 拉手 不要吃 看你 一吃 他哭 然后你们 不找到 小孩子 为什么小孩子 吃奶水 还会哭 你吃奶的 你每次用葱 那边葱 葱很辣 对不对 小孩子不懂 所以当医生 要当妇女 孕妇也要有点 common sense 对不对 所以方法很多 方法很多 那后面的经验方 副方呢 主委可以自己 参考一下 那孙思苗 讲的最好 这个东葵呢 是皮的菜 我们用菜苗 东葵的苗来煮菜 专门是治疗 给皮脏 补皮的 立位去划大肠 所以过去呢 如果东葵 这个 这个 这个叶子 我们可以拿来 入菜 炒菜 炒菜 非常好用 健脾的立肠胃 道飞 对对 谢谢观看